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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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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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的人这么快的去适应一个从 因为C位不像别的位置 对对对一号位嘛 对C位是脱离团队的阵容体系之外的一个位置 你让一个三四五号位的选手突然间去打一号位 可能一个角色转变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 哎没错 然后老干迪这边还是选择了阿诺比斯 昨天是不是还没赢 魔救来了啊 昨天最后就赢了吗 没赢 还是没赢是吧 没赢 好让我们期待一下 应该是没赢 我忘记了 好像是没赢 昨天是由拿了个阿诺比斯是9-7-10 然后其他另一局就忘了 好像是没拿了 那他就输了 是 但是这就很有意思 就是这局是阿诺比斯跟车友一起拿 一个比较软的打野 一个比较硬的打野 我可以期待一下 然后另一方面的话 就是老干迪的一楼 君莫笑这边 他是一个特别喜欢玩周瑜的人 如果EQ不搬的话 我感觉可能他们会拿一下 我们可以期待啊 你经常看到一个情况 就是最近的BPC里面 嫦娥和雅姐大 首先都是双双飞走 就对没错 其实我一直没看见过 嫦娥是真的是橘橘半 对吧 艾安娜也基本上橘橘半 艾安娜其实我可以理解 嫦娥这英雄 有那么好用吗 有还真有 有啊 他是一个可以提高自己 果然是周瑜 他是一个可以提高自己 团队容错率的英雄 没错 是这个道理 他允许一号位犯一次错误 可以就一号位 这没错 而且他前妻线上并不弱 对 而且他前妻线上并不弱 对对对 主要是他这个远程 然后又这个法师前妻也就碰到 也不怂你 对 那最可悲的一个问题 可能就有这个英雄 到后期 除了一根兵杖之外 其他的输出加起来没多少 那他是一个没有 在后期 还不过波斯 哎这边还是老样子 波斯加夫 昨天用过 是昨天吧 是昨天 昨天他皇族用过 这边 我今天这个嘴巴不大利索 怎么办 晚上吃的吃少一点以后 不是 我跟你说就是 dp这个阵容 他们双隐身 有点迷 就是这个阵容的话 如果碰到一个带700的话 会怎么办 要被针对 尤其是变成赤油这个英雄 赤油好像没输过 安特比斯没赢过 嗯 我们昨天就说过了这个事 对 所以说 啊 今天可以期待一下 这两个英雄在一起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好 最后一拿 拿到汉堡魔女 对 然后 哎呀 是续练魔吗 哇 这样 好针锋相对的一个男人 这练魔的话 是个比较极端比较极端比较极端的思雅 对 是 还是看他这个练魔那个出装的套路问题 看他往哪个方向逼 因为这两天看到练魔也出现过一两次 基本上的练魔都是一手一名次 不不不 那个是奇葩 你正常 我知道 我说这两天见到的练魔都是一手一名次的练魔 无论赢了那把 还就是赢 赢利吧 练魔赢一次输了一次 我们就见过一局练魔吧 两局 有两局吗 有两局 第一天的时候老刚帝还用过一次练魔 哦 也输了 也是 那局是输了 其手一名次输了 第二局 昨天见到 拉比的练魔也输了 那就是三次 啊 这样 对 有一局我记得有一局是赢了 那是剩下两局 两局全输了 好 我们期待一下 就是练魔做游名次的话 它前期的压制力会有一个指数性的提升 但是 太脆了 太脆了 你能给几下了 你记不记得昨天我还就 就是因为练魔出了这个游名次 我还跟你讨论过 练魔出游名次 和西门飞也出游名次 是两个不同概念的 西门飞学五刀必中 没错 练魔还是更适合于加攻速的装备 比如说 推魔刀 紫霞啊 或者说 更变态一点 燃魔之刃啊 朱仙啊 都可以的 因为它是一个吃被动的c 没错 吃被动的c 和吃技能的c 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EP这种 他们的硬控其实蛮少的 除了玄武的大招以外 别的基本上没有 复挖冰杖之前没有 然后其他几个点的话 中葵这个版本 其实也是虚了 算一半吧 对 中葵这个版本 现在它的大招会是释放完之后 才能开始进入冷却 以前的话 现在大招判定不一样 对 原来的时候是 你开出来之后 直接走cd 对 现在是等 那个 天色彻底变回来之后 对 才会走cd 其实这样更人性化 以前的话 只要你出一个冥王之爪 中葵是可以无限大招的 无限大 在夜晚 无限夜晚 加速40% 非常可怕 对 还是它晚上的时候 沉默好像也会有加强 晚上沉默是4秒 以前是5秒 对 以前转速50% 后来砍了一刀 对 但是4秒和5秒 我觉得差距差距不大 但这次之后就变态了 这次之后基本上 中葵大招就要考虑很 考虑很多 对 只要你开不好之后 什么时候放啊 是 什么时机放 没错 可能都要多考虑一下 而且一批这个阵容 他们写当肉比较 而且可以看到 他们是凹凸虾选到的一个波斯 并不是我们常见的 让梦游王神去拿波斯 这样子的话 这波斯可能是打中单的 对 其实波斯这个英雄还是一样 中单列单选一个 别的路没得打 对 只要不要让我打野就行 对 他打野就打不动 他前期那个尴尬的攻击力 他怎么去打野 我觉得这局刺油又要爆炸 对 而且这两天换卡的 换卡魔女一直在被拿 但是这两天换卡的发挥不好 不好吗 不好 你想让他差一点 对 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英雄 没有carry过 是是是 包括昨天的也前天的也好 换卡的发育都是 并不是那么灵性 但是相较于阿努比斯还是好 对的 你要不要跟阿努比斯这种悲剧英雄比 阿努比斯这样真的太悲剧 而且他们也奇怪 既然发挥的这么弱势的英雄 不办 还真血 对 血率非常高 pick率非常非常的高 无限的高 没错 这是一个很让人费解的问题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双方今天的第一局比赛 然后来把西角给他主角 主角是主角是他吗 没错 死几次 哦 我只关注他赢不赢 我不关注他死几次 最近 最近很多比赛的发挥真的很差 其实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 我好像突然想起一件事 杨仁娜谁就放出来过 1-2-0 啊 对对对 那天我记得 很迷很迷 所以说 他为什么一直会办啊 还是可能是一个套路问题吧 不想放 让我们不想看 好 我们就用这个游戏啊 不要聊别的问题 这边的话 李端娃这个眼插到了相对后的位置 对相对比较浅 而猎魔那边的眼的话 还是一个比较常规 哎 不对 是是比较常规 比较常规 相对常规 对猎丹的话也是一个常规眼 猎丹是个buff眼 嗯 这眼都没有什么东西 哎这个很奇怪 这个出现了一个现眼啊 哎 这是一个强的技工眼 没错 这是个非常少见的眼 这是路人局中非常多的眼 这个眼只要打高端举单 就是你只要滴滴跟A高低一下才知道 哎这肯定有眼的 我反掉 对对对 百分之百能反的 对 所以这个眼在打比赛的时候 大家很少会去查现在 对 但打路人这场差 对 因为路人不爱满眼嘛 对 我们做视频的时候 整天做这个眼非常管用 滴滴压高低就怎么样 啊对 然后人家非常开心 人家不管你 来吧 打我吧 人家不要学 这个眼不对 对 这个眼不对 这个眼不对 这边boss一直学的隐身啊 没有选择去前期Q1对点 嗯这应该拿掉了 嗯没错 持有开个声音是 哎这样子的话 来了来了 狂奔的 狂奔的某某某尼马 这应该知道了 啊 这边啊 知道有眼看到了 那其实我觉得阿门比赛不用来 让持有一个人就够了 对一个人踩掉 对 你觉得中路这边 我觉得boss烈士啊 捂捂看 真的吗 他换卡也难 他没什么办法 他经验是不会落后的 但是压不了换卡的补导 对对对 换卡自己没补导 但其实换卡 想压他的补导 也不是很好压 他这样一个W一个兵吧 起码 不 反洋刀还是 我觉得还是挺容易的呀 你看一套一套就半血了 再勒头再一套 是是是 他只能在等到塔下才能补刀 哎 塔下补刀 波斯是没有AOE的 不好补 还哎呀 没有他一顿是刀 啊 吓死我了 我以为他对着换卡 屁股也一刀 他他 塔下补他还是很稳的 原来基本功很不错 是是是 没错 好 二级学会开始耗了 但补刀上的话 由于前期技能原因 还是换卡优势一点点 只是换卡一个E一个E的打你 你也没有办法 是 哎这边 哦 还好是由自己人 是要帮他刹了个眼吗 对 没错吧 帮他刹了个眼 这是由真爱啊 刹了个真眼 线上刹线 他这么刹的话 就想让换卡终着去打爆这个波斯 我不想给你打5开 4 6开我都不接受 嗯 他就是想强保着换卡 强行前期稳居 那乌龟越来越难受了 这熊武前期 由于没有学隐身 所以说 他猛武前不凶啊 你面对一个一技没生 隐身的乌龟 前期可以稍微 啊 这相当于两个人 对 两人强压ADC 这边ADC好凶 由于自由来了 根本不怂你 哎呦 在这边 年到 36%减速 虽然抽了一下减速 但是没用啊 哎呦 这边 梦游神 梦游神啊 强行走了 上了送了个一血 这 不太理想 看下路这边 下路这边 练魔也不太好过 没错 其实练魔是打不过周遇 就练魔打周遇的话 其实优势并不大 主要打也会帮那周遇一点点的话 前期是这样 是 中期到六 练魔能跟周遇玩一玩的时间 可能也就是5级吧 3级一直 可能跟周遇稍微玩一玩 是 没有错 而且你还要保证 那个火球没在你上滚 太高的伤害 W躲开最好的 呃 没错 这边换卡 又补了一个阵眼 连续两个阵眼 也就是把中路那个视野 视野控的死死的 有点可怕 这个 呃 这边BOSS应该开商店 把高地眼反掉 我们可以看见过BOSS装备啊 他做了个加速手套 我没看错吧 是 没看错 我第一次看到BOSS做这个 我觉得他出一个450都更合理 因为他出一个450的话 可以增加他的Q的伤害嘛 对 他出这个是台下捕刀吗 好吧 看到我们老了 确实老了 不懂 哈哈 他是为了台下捕刀的节奏吗 对 对 没错 不要漏刀 不是吧 公司快点不要漏刀 头好痛 头好痛 对 那头打我吧 还真是 你看他这样打下 真的不会漏刀 他的 他的 便宜的频率找得非常准 你看你看 好吧 我们不要帮他找这个 一个刀没有漏 他付出这个也不会漏 好吗 哈哈哈 不要帮他找这个 这个真的是 继续看 强行演示 是强行演示 其实打完可以问一下 不是 因为我实在是找不到其他的理由了 我也是 他为什么要出这个装备 不知道 可能买错了吧 不想卖 他可能买个鞋子的 也怕买个450 都会比前期带个500要来的合理 是 这边波斯5级开始了 第一波支援 他是1GW 周宇还不知道 但他有真眼的 第一时间看到了 哎哎哎 错了 连我没跟上 那这样的话杀不掉了 这个也很关键 但是周宇也很记贼 他没有让波斯感觉到最有眼 哦 对 他没有A 他能讲 如果A的话 波斯就百分之百知道了 哎 这边又来了 哎呦 有大的 先距离 这浮华这局感觉有点惨 前期上路送个一血 然后中期补发育的时候 又被拿个一人头 而且两个人头都是李探花的吧 哦 不是 一个李探花一个换卡 第二个人头没拿到 老干凌这边两个大哥位 一个人一个人头还不错 这边五分三水上了好 还打起来看一下 这边练波绕的话上路 应该没事 对这个buff有所规予 但是 敢拿 哎哎哎哎哎 练波真上去 没拿到 安努比斯大 这练波要死了 兄弟年轻啊 对吧 好自信啊 脑子里面不知道在想什么东西 好自信 真的是 真的不愧是 真的是刚玩c不久 确实自信啊 一号妹的命是很值钱的 对 就感觉这是一个打野怪该做的事 对 打野怪 搏一搏搏一搏 对 关键没搏到 搏到的话就亮了 你就算还在抢到了 如果是个前buff 你也要再进 只要不是防御 只要不是防御 ATK都没用的 一速也活不了 一速可能也要死 对没错 这局前期EP打的有点迷 都逼大心脏了 反倒是老干爹这边 我们看一下他们上的装备啊 只有两个装备啊 全是黄色的 我们自己看啊 金灿灿 哈哈哈 对 有点可怕啊 对 他们连要的没有 刚我看到这个装备的时候 我浑身爽 哈哈哈 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迷 哎 谁看起来 终于开大 绝不上 应该没事 应该没事 有点难 这练魔不自己叹花 我觉得没事 如果是叹花 这波就傻掉了 一套再见 还好是练魔 要多一几下 哎 这边也开了神仪石 这个神仪石的话 这我演的 波斯过来绕倒 看到了 这波斯 我们可以看到这局老干爹 他这也唱得非常好 看到了 一套 是有没大招 应该下不死 双方谁都下不死谁 A几下 A几下 嗯 这样的话 前期波斯的节奏就不是很好了 他下路一波上路一波 都没找到自己 应该找到人 但是 哎 还行 有人秀到了 他打不力走 感觉到了 感觉到了 命图都乱了 这边还是要死了 死了死了 波斯有鞋子 哎 不是没鞋子 没鞋子 但是有大招 再一克肯定死了 咱波斯没蓝了 可以注意一下 50点 他50点 现在上了之后39 需要跳两次 等荒卡第二个Q 好 看这个Q能不能躲了 看我哪躲 诶 躲掉了 漂亮 但是他的W就8秒钟 啊 躲掉还行 还要反杀你 哎呦 这荒卡不会死了吧 死不了 伤害不大够 感觉死了 我说伤害不够 啊 确实不够 溜溜溜溜溜 毕竟老司机 诶 顶这边 顶他里去了 但是还是很肉 哦 中科好肉啊 顶三下 但是 哎呦 这个大质量真高啊 这个大满分 连套两个 而且还要杀两个啊 以下 这咒语的支援好及时 他没有切意 没点意 他没有切意 没学 没学 他要穿墙 他要穿墙 还行 走掉了 但是这边李探花要追 嗯 没打过这件事 是 这个咒语的支援 非常及时啊 这个军摸笑 这个选手 确实玩咒语的时候 感觉挺稳的 第一天打W也是 当老干爹 赢的那一局 也是因为他的咒语 特别的特别的亮眼 又来了又来了 这边波斯还在 我感觉这局 这 我就看见装备很不爽 你说他出什么呢 不知道 退魔刀 别吓我兄弟 不会的 应该不是退魔刀吧 波斯退魔刀 我还真没见过 我这 干嘛 哎呀 他挺痛的 他跟 跟一个赤油 开始了缠绵模式 哎 你别说Q下真挺疼 赤油没有护甲吧 赤油是出的 还行啊 18%不高 不高 确实弱了 好 这边中路乐线 让给了中盔稍微补一下 其实EP这个阵容他们前期 由于中盔等级比较低 所以说 加上福娃爆炸了 所以说他们前期 能主动开团能力比较小 主要要靠这个波斯 对 福娃前期打就有点神经命啊 有一个福娃一个练魔 都犯过失误 都犯过错误 没错 没错 这两个人 反倒是中盔挺稳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中盔的补刀 9分钟 补刀已经来到了42个 这补刀其实蛮高的 对于一个中盔而言 哎 这边 感觉波斯要绕后 但是汤花是在的 看看看看伤害啊 直接让福娃原地点大 有点疼啊 三下四下五下 哎呦 这个人品 但是这个人品我没换掉 哎呦 有点可惜 不过福娃这个人品 你不得不说你 不得不说人品 不得不服啊 这是要粘死他吗 有没有 没来了 是 福娃大加六下 一下没找到换卡 对 同时下到这边 周瑜偏格 安诺比斯杀掉了练魔 这练魔前期有点惨 铃钢啊 是 特兵 他下路去上路去想buff那一波 我不知道是不是放弃了下路一波线 肯定是会放 肯定是会放 你放了一波线之后 还死了一次 这次又再死一次 这两波离离回回 相当于一把推不当的钱 不夸张 真的不夸张 他现在是没有鞋子是吧 那都是差一个紫霞的钱 对 不夸张 反正2000块钱不夸张 满刷出来了 没错 死和不死是有很大差别 反倒是李汤花这边发展的非常好 行 这个波斯还是蛮顺 波斯确实是顺 但是这个加四手刀是干嘛的 不知道 不行答应要问他一下 为了更快的打野 这倒是有道理啊 有道理啊 有没有道理 好机智 好机智 为了塔下好补刀 哎 来了 但这里有真 哎哎骗谁兄弟 不是啊 这是自己的 这是自己的 打断了打断了 波斯没蓝了 他现在这个伤害 幻卡还真杀不了这个波斯 说实话 杀不了 幻卡现在在 呃 幻卡这个英雄 他在那个恶魔皇冠之前 想弹杀人还是比较难的 他有个2400 作为一个他的过渡装 嗯 有个2400之后 伤害就会提升一个层级 然后恶魔皇冠之后 又提升一个层级 嗯 很多人都愿意去拿幻卡 愿意出叫什么 这个叫的 实验王冠 所以我觉得对幻卡来说 那装备有点拖杰色 嗯 没错 最好 这核心的装备一定是 恶魔皇冠 出完那个之后 幻卡就变身 就跟暴君恶魔皇冠是一个道理 对对对 变身 没有装备制变装 人让你变身 人让你从一个小弟 变成大魔王 对吧 对 下落这边波斯又落了过去 我觉得这局 我们就跟着波斯走吧 1P这边 他们现在除了波斯以外 其他的人他们很难有 敞开团的能力 对 他人制造团战的能力都没有 对 这钟葵现在不开大招 根本开不动的 恋魔不说了 扑娃肯定在不发育 好 兄弟们我们来看一下钱 嗯 对 钱的状况 哎呦 这ADC落后了有点多啊 ADC落后了将近2600块 有点惨 2600块 在前期 你想想 11分钟落后2600块 这就很致命了好吗 这是致命的事情了 对 已经落后了1.5倍了 就是说如果这么滚下去的话 这李弹花的发育会非常好 而且李弹花实际上是有三个头环 那你要知道 对 他在跳前 就是谁还在跳前 哪里死了 呃 就会 猴舞会杀了阿努比斯 是 阿努比斯可能带线带的有点深 来了 哎呦 好痛 对 毕竟周瑜没有撑 没有撑那个伤害装嘛 嗯 但是周瑜 但是周瑜现在上第一指了啊 波斯还敢来 还敢来 兄弟 你死了 兄弟 没Q吗 没Q吗 诶 再一个阵阵 活两下 诶 再一个阵阵 活两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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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操作的要求也并没有那么苛刻 没错 然后土豆操作本来也不差 嗯 我记得有一次比赛 他玩那个 就是第一届的时候 他打了一个猪八戒 当时打了打野的 一个神 封路 嗯 我知道 我打不离封都不要不要 封了两次 啊 没错 这个位置封李叹花拿个一血 然后费龙那里 这个位置是烈士局封一波打赢了一波 对 强行狗居无闻 很精彩 非常厉害 但是这周瑜怎么办 这周瑜真的无脑啊 对 这个周瑜 我就站在脸上 你来吧 除了钟晴干不掉之外 其他人过来 九局的练魔好可怜 这不是 对 打C等级比达野第两级 是 是 看来拉币有继承人了 哈哈哈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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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但是你说练魔惨 诶 打断 nice 加诺比斯套作真漂亮 对 打断达野直接打出来 再见 这样的话 奥田死掉 这塔也掉了 这边带着玄武宝宝 如果他再不走的话 波斯也要死 走了 这边四个人 四个人加个宝宝全来了 其实这时候 EP其实可以推上了 对不对 这边 诶 就差一个真眼 敞着了 哎呦 真快 这个速度 手速不错啊 对 Cue一下秒隐身 嗯 但是这波对面推进 好了这个宝宝拉出去 当那个伤害 当视野 当眼用 虽然说我吃了没辣椒 但是我一马当先 来了 再见了 这肯定死了 这个可以啊 这个抓 这个ATK的 还是波斯在带 诶 还是波斯 虎娃怎么死了 一套带走了吗 对 我感觉就 一套 瞬间 终于再见 哇 这波很爽 这波波斯肥大了 看下波斯钱 波斯像1800 应该都是这波打出来的 嗯 来来回回 感觉上整整体的局势上 是在偏向老白蝶 但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 波斯已经快建立了自己的一个节奏了 波斯可以自己找节奏 对 他可以 哎呦 这个失误好严重 对 这很严重的 哎呦 天呐 而且这波斯过来都不好走啊 是是是 波斯来了 哎 没碰到 没碰到 碰到了 哎 绕到了 绕到了 还敢打野 胆子真肥 有点痛 哎呦 反杀你 可能不大敢出来了 应该会出来 应该会出来 看 他会出来的 卡CD卡CD 对 他卡CD可以出来的 没问题的 应该杀了 应该杀了 我觉得应该杀了 对 继续等CD 第二套AQ 死了死了死了 觉得原地走 你能走吗 他反杀 杀不了 哎呦 这两波好伤啊 由于换卡的一波 非常轻易的TP 导致这其他人 全部都要带走 多走两 想TP可以 多走两波来 这个T不好吗 对 对 跟队友整齐化一点的话 就打波斯的时候 你一定不能大意 一大意 一落弹就完了 在你没有700的时候 你很难清楚 这个波斯到底在什么位置 嗯 他一旦出现了之后就 合格大 是 其实不知不觉间 我们的EP 已经把荆棘烈士玩了回来 对 这边又打了 练魔 W隐身 机智 上帝真的很慢 这一波感觉上帝都慢了 他W的时候没有认上帝 哎呦 他第一次认识 是 他可能有点犹豫 他可能怕杀不掉 对 还怎样 其实真的 如果就是这个反应快的练魔 他是这样子 他会先QR两下把他推走 你就杀不掉了 他没想到练魔没有推他 对 可能这么假的 可能自己一个W翻身走了 是 他没想到练魔 根本没推他 其实刚才周瑜 哎 周瑜反大吧 没有 其实刚才周瑜就是开戴一瞬间 W的瞬间秒接上帝一纸 绝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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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犹豫的 诶 世纪丹花是刚打完条飞龙吗 对 嗯 他下个装备的话 感觉上是破山 哎 哎 这是 这是 这是在 卖萌啊 不懂了 不懂 这是在开心 不管他 不管他 对 这是在找泡面 不管他 强行秀存在 他应该 他还要W一下吗 在等龙 强行上进吗 这是 他现在没地方去 他没事做 也对 对吧 他现在也没事做 是 这样的话有事 刚好 哎呦 如果他不露头的话 反正就没得上了 这一波完美的反对 对 他这波不露 这两个人真的要杀阿诺比斯 是 已经春春意动 但是阿诺比斯和他 阿诺比斯现在没什么伤害 这波被抓到 练某那边走了 哎呦 这练某如果没人来的话 周瑜感觉要死 很可惜 也不会 周瑜捏个W没交 是吗 那那那 那少不了 也不一定 练某买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16分钟 练某人买活 看里天花 就要买活 这样没交 也交掉 也可以交掉 双方C的发育 都 不是算很良好 这边练某掏出来 一个算是质变装吧 算是 练某之刃 对 其实 上到这边 哎呦 吃油配合 邦卡 杀掉了一个 波斯 然后中路这边 上帝人了出来 练某 湯花一个大招 那福娃好多啊 湯花这W有点问题吧 哎呦 好极限 在福娃最后一个W的时候 湯花A了出来 对不对 练某感觉要单杀 完了没蓝了 死了死了单杀 两下三下四下再见 这练某这波 nice 这个ADC 他杀ADC 是最长时期的 这样的话 这波其实EP是赚的 由于下落这边 首先安努比斯 现在有一个小的问题 是如果说 李湯花和练某撞脸的话 同时动手的话 肯定是练某打先手 练某的先手 一套打出去 李湯花可能也都没H2 练某都把李湯花砸成半血了 对 因为练某能把李湯花的蓝给A没了 对对 这很关键 你一套 你现在李湯花就见到练某之后 一套技能和你先甩出去 一技能该开的开 是 再到该放放 是 这也是这练某这英雄 他之所以 吃了那么多次 仍然一律不倒的原因 我就是一打一能打过你C 对 这很厉害 对 他有个两脑子隐身的切脸 这个太强了 他有这个本事 是所有C的最强凸脸技 而且你想想 李湯花的技能是这样的 猎魔的技能是杂被动 就是他平A就会带 李湯花的大招 虽然有伤害 但他大招有一个抬手的时间 他抬手过允许的时间 练某已经两下了 是 我们看下上路这边 终于沉沉移动 来了 兄弟 看这边谁搞谁 看这边谁搞谁 诶 冰晶杀都有了 兄弟 再点一套技能瞬间没有 怎么还要冰杖 有点爆炸 一直在刷钱 好快 对 我们还说谁搞谁 我们还在说谁搞谁的问题 这只是一个把兵的问题 也没说错嘛 反正是谁搞谁 又没说谁搞谁 肯定是有一个人搞另外一个 没错 这个令我也是付出年轻的生命 这个眼差在里面 他应该是知道波斯在这 想等 怕波斯 钓鱼 没钓到 波斯现在不怕你钓 波斯去中了 哦 还好两个 如果只有一个的话 波斯肯定上了 对 肯定是多 这两个人肯定不能落单 落单的话波斯就完了 其实现在这两支队伍 打到现在55开 是 打到目前为止 但是问题在于 咒鱼现在是最强势期 一旦过了这个timing 等到EP他们的法抗撑起来之后 咒鱼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强 是这个道理 等到他们的魔君之力 都出好之后 因为波斯是不怕打后期的 波斯自己就是后期 有个六神的波斯打C 真的是 你就两个吧 两个人 下一个 今天波斯在绕 他没敢上 他也不敢上 他非常尴尬 他很怕这里面有一个眼 对 有一个眼 周瑜第一先叫兵 周瑜冰到的话 直接盲打他就死了 这两个人玩信仰 看这边波斯敢往里走 挺有意思的 不敢 斗智斗勇 很害怕 还来斗智斗勇 也快时间到了 buff刷你还不来 你还不来 来了 来了 看这边 别往里走 兄弟想好了 想好了 好有意思 我觉得 我觉得周瑜首次应该不会够 对 我觉得很危险 他应该知道那我也不感觉 也没了 也没了 他的700应该看到那个阵影了 没往那走 你知道吗 这应该看不到 看到了 看不到 看不到 我带了个汽油700 完了 一万个斤 其实汽油不大他也死了 对 这个大只是气势他 真的是汽油 这英雄真的是烦 这个英雄带700 所有隐身 英雄看到烦得要死 打不死他 你是你第一弄死他 第二他烦踩你一个 来个队友卖你弄死了 对 很真的 真的是烦得要死 哎 真的是摩擦 51.5 51.1 这是这挺胶极的 对吧 但是 现在就两边 玩信仰 对 玩信仰 练魔这边没过来 两个C现在就是互相说 他们两个也是 谁见谁谁杀谁的一个问题 对 现在两边 看谁先手的问题 这边 翡翠了 他沉默谁 沉默是有什么大招 沉默他干嘛 这边冰杖没舍得叫 他冰杖 没舍得叫 没舍得叫 没舍 拽兜里了 没错 其实我觉得可以冰 冰到的话这波可以打 其实冰到了 无关又秒了 对 他真的 他真的 他有真有这个本事 他大招 Q都在手上 他上帝也在手上 哎 单杀了吗 完了 五号位 安努比斯死了 当年是没用的 骗自己 哎 难讲推开了啊 这边谈一下 哎呦 有大还真难讲 我跟你讲 哎不是 为什么推开他 他怕 安努比斯挂弹 哦 他可能觉得自己伤害不够吧 对 福娃这边福娃有兵杖了 哎呦 兄弟 手慢了 这个换卡手慢了 Q就能够带到一块扔好了 是 他可能没料到福娃有兵杖 对对 这不可能没大吧 这换卡 换卡的大招 不可能 有 这边 哎呦 列宝反应还挺快 现在 现在 呃 老哥爹的话 应该是在等射大招 等到射大招 继续单点扣 这两天的换卡就是梦游 今天这换卡也挺梦游的 对 打了不是没有想要那么强 哎 哎 W没开接 Q一套技能 哦 单杀 真的不用队友 我真的不用队友 虽然阿诺比斯给了他招 这很有意思啊 阿诺比斯给了他大招 出现了个熊武宝宝 但阿诺比斯没有助攻 很有好玩 哎 哈哈 他就是多于单杀吧 没看错啊 这边 哎 两个大一个 哎 没顶没顶他回来 嗯 差点以为这熊武要戳一下 哦 有一个可能是这种可能 不这样 就是他的大招挂上去的第一秒没伤害 对 他在大招挂上去的第一秒是没伤害的 对对 就那样 到他第二秒才会有伤害 这边又打熊武吗 先看 真正要打他吗 这边打不死的 我就是要反彩你了 反彩才三个 这一波福娃的冰仗留在手里 但是打不死了 哎 没人治愈了 治愈呢 走得也很慢 周瑜 周瑜虽然过来 但是不太够 烈某来了 汤花也来 汤花 周瑜秒这地方 烈某太深了 哎呦 哎呦 这边 感觉福娃给出攻了 这波福娃满活 其实一平还能打 他本来还真追不到 福娃那个爆给他爆的正好立的位置 他一个W过来 正好贴到福娃那个爆的边缘 把他推向这么前面 没有错 刚才感觉练魔弱的太深 稍微的 哇 这福娃的Q还是很疼的 今天这个比赛真挺好看的 奇奇怪怪的事情都发生了 对 要强留 你留谁 哎 博斯达不是能加速的 找周瑜吗 不找周瑜 先标记举哥再说 找谁 我不急 诶 这边突上来 诶 这边突上来 诶 这个大 视角还蛮高 没敢追 哇 这大招 周瑜虽然死了 还是手有点慢的问题 技能一套甩出来就好 对 甩出来至少死 起码换一个 周瑜这大招 每波团感觉都扔的挺好的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装备啊 阿诺比斯做了一个 这三天以来第一次做的装备啊 尖刚之力 我没看错吧 我看错了 不是 魔晶 有人也看不清了 是魔晶之力 魔晶之力 对对对 李唐花现在也是有点奔着无解配的方向走了 鞋神出了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经济这边 鞋神的李唐花 17.0k 全场最飞 我们已经无数次看到一个鞋神都自己打三个 对 没关系 而且这个李唐花现在状态不是那么孤立无援 他有兄弟的 他兄弟第一有一个周瑜 第二有个荒塔 第二个阿诺比斯 第三个去游 这三个人都能把他都能把他钢一手控去 没错 虽然这是由他不怎么肥 但他有一个翡翠是足够的 不需要什么别的肉贱 对吧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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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他路ảng下回去了 要抓汽油 出十 который или进来到这线 还好应该死了 你看 下去了 我们给你 peril 打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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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人生入敌内 然后路比斯没过来支援 就三个人藐受刺 而且李唐花第一时间吓得把大溪开了 府大没那么高的伤害吧 他冰到第一同时他也开了大戏 我觉得开了点早 第二他们选择去争中葵 不太对我觉得 中葵是所有一群里面最肉的 比他选5还要肉 是你杀他杀不掉 跑得快 而且李达花这样的英雄 真的是1Q从没血吸满血 你真的没有那么不要去开大戏 这完全是生命之一出的一种 因为对面只有冰藏没有沉默 你要知道 有沉默中葵是沉默 对好了 这局真是摩擦局 打25分钟64.0K63.8 黑人头比15比18 反正他自作队伍做基本一样 好像是这三天以来最接近的一局 对最军事的一局 没错 不愧是阿努比斯加室友吧 这两个英雄当他们走到一起的时候 没有赢过的英雄跟没有输过的英雄 所以比如说老刚爹这个队伍 他现在就是可能 你与其说他不行 就是感觉下来跟强队之间有差距 不是说他自己 更多的就归咎归咎在一个经验和强队磨砍上 对主要是经验的 主要是缺少一个跟强队一起训练 以及比赛的经验 他只是略年轻 就是跟当年的W一起有点像 给他一个机会 给他一个时间 他就能成长起来 到达现在W的高度 对吧 对 好下路这边看一下 我们这话是给喷子说的 哦 这样吧 我倒补一下 下路这边李弹花这边啊杀掉了 呃 配合安诺比斯杀掉一个 呃 哎呦这边终于又来了 兄弟一趟技能直接带你走吗 哎呦各种闪避 还是死了 终归还真是走 闪避没用 换了个人早死了 石油 换卡来了 两个大招 随便搭一个都死 看怎么着 七百的 哦 真的波斯这英雄看到一个700西油 真的没办法 太难受了 七百的石油后面随便站着里面的任何一个人 他就大你 我不用大别人 就大你 对 一脚把你踩起来 这波你就就感觉很没有游戏体验了 对啊 没有真的没有游戏体验啊 联魔在上楼去担心 这个联魔现在也刚不了正面 联魔现在有个输出 当下可言他没伤害 好 熊虎看大招 稍微狗一下这波高地冰 哎 但是哎 还出了个石油不错 好 联魔经常 哎 就于这个W给联魔 给这个石油给的非常漂亮 没错 联魔完全没有空间了 这样的话 这一波熊没大招怎么办 2打5对不对 啊 对啊 2.5打5 2.5打5 而且波斯这边我觉得也不敢上 因为伯丁之力一开好难受 算了 我收回刚才的话2.2打5 好吧 波斯真的他就算0.2个人 他怎么打嘛 包括这联魔 联魔是需要有人帮他去卖肉的 如果没人卖肉的话 一个满壮的联魔 他是不敢上去打先手的 打不了 这波难道老干爹 要先下一次 不对不好说 反身打 看谁敢大 波斯被推回来 终于大招 我直接死了 联魔出了一个人 被打的直接冰杠 扶完大招位置不好 这个打主要起到断后的作用 如果老干爹还要追的话 哎 大招打没了 但是 这边扶完黑球哥了 哇 扶完这个Q 直接Q死了 旺坦 但这边大吸开起来 三下 四下 还在吸 没蓝了 里头发没蓝了 要走 要死要死要死 这波 一批打过了 一批这边 他们一个扶完 撩到两个法是很关键 三下 哦 这波还不错 这波老干爹走慢了 说实话 对 走得比较慢 其实刚才在福瓦这个大哈留这的时候 已经打赢了 乌龟买到了 那个时候就该走了 他们有点贪 已经赚了很多 对 打了一个福瓦大招 结果被宣伍戳了起来 然后佩克福瓦那个Q 直接秒掉了一个法器 然后换卡也死了 导致又是那个局面 那个时候真的是 你去中路稍微带在线 带一波 然后回家补状态 找人往这边做个演 演一反可以打龙了 因为刚才赤油是已经先走掉了 哎 这边富瓦的阿诺比斯就好玩 这边六大截 这边推了一下 要被六死 这阿诺比斯再追要被六死了 对 没错 我也感觉是这样 因为富瓦的Q的CD只有五秒 如果再追的话 哎 没放弃了 好 这边接上高地 这波还在A 而且非常快 老干爹这边最快的一个复活 还有13秒 最慢的30秒 这边怎么办 怎么说 不好受我感觉 一批这边想打 就第一时间把球给秒掉 好 终于选择买活 但是人还是不齐的 新冠师没了 成果将会去呦 大招质量还是不错 要死啊 去呦 去呦这波死的话 很亏 老干爹要爆炸了 这波亏炸了呀兄弟 这波亏到明年去 对啊 换卡也要死吗 换卡真的是有点经验不足 刚才这个位置满批两个大就好了 直接扔两个AOE就好了 把兵器尿了或者把 对 这样的话老干爹这波0换3 虽然只有买活 开了本最想留人 但是你可以看到 一批的经验就很足 一批经验的操作 不打了 要留一个福啊 留一个满留一个嘛 不亏嘛 这个就是最小伤亡嘛 你看那个老干爹就是 死到贵 刚才赢了之后 你看这种各种没状态 我就不打了 对很稳 本来是一个老干爹的 感觉这句都十拿九稳了 没想到 出现了一个人生变革 但是现在这波打回来之后 几个塔告破 上路的塔告破 虽然兵没破 但是刚才均衡的经验插 已经被一批拿回来了将近六千多 对六千多 但是 对 人头上还是老干爹优势 老干爹领先两个 对 其实这个 炭花它装备其实蛮好的 但是你要知道 再往后走的话 炭花和 炭花和周瑜 这种前期非常强的这种状态 就会慢慢被压下去 周瑜这一生就这样 周瑜你看到 他已经做翡翠了 他现在已经秒不掉人了 他的输出已经灵界化了 对 到已经灵界点了 他如果做那个 α的话 可能还能增加一点点 但他没选择做 他做的是一个翡翠 对吧 对 要生存能力 对他来说 他可能现在多这么点伤害 他可能考虑的更多的是 我要把这个技能放出来吧 我要活下来 对 你让我把技能放出来 别技能还没放全 我挂了 但是我很欣赏老干点就是 他们现在虽然有猎屎 但是我不怂你 继续给你干 来吧 对吧 我觉得如果一批不跟他打 一批不跟他打 换路 下换上 不亏嘛 我一个人换你四个人的路 我亏什么 不亏 还行换的还蛮快 真的不亏 这个不算亏的 就一批鸡贼 是吧 这是聪明的做法 老队的都是这样 老队都打掉了之后 都会这样做 以最小的代价 做最大的话利益 对吧 而且这两个人走之前 还把你老队的野区刷干净 对啊 那现在老队你有经验的话 你就该 你就该去往野区绕了 你应该知道这两个人 后往野区绕的 但是好像 哎 或者说你趁这波 在冰箱好的时候 去找一波大龙 但是 在对面两个人在这里也很危险 我觉得这时候 老队他们应该还是需要去 找这个Boss 让赤油带到游戏板 找Boss 给他带 完了 如果赤油要死的话 完了 默默之刃 顶不住啊 大招 不好说 不好说 还在追 等一下 差一个技能 Q一下Q到了吗 没Q到 那应该下不掉了 还在追 波斯克了平红 没克热红 波斯死了 哦不是没有红没有 这波一换一你觉得谁转 我觉得五五开 五开 因为赤油实际也是个核心 赤油能带临死之前 扔大招还不错 其实我觉得这时候 一批能打龙 老干爹能打龙 果然 怎么讲 刚才赤油一个大招放的 还比较果断 其实刚才没剧院的时候 我觉得赢死了 还好对 就能挺快的 如果说没换掉刚才里 魔机不要崩了 好 这边先不说这个 这波扎卡怎么说 福啊离得很远 虽然说一批已经意识到了 看下这玄武大招能打到几个吧 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点 如果他能打到三个的话 这波雪渣 要动手 动手是肯定是要动手的 这波肯定不能忍 这波玄武是有移速buff的 而且它是要动手的 很肉 它是没有做推推杖 它这个纯肉装玄武 你看现在这两边的状态 这两边状态有点占两边 看扎卡雪吧 对 一批冲哪一边 诶 冰藏玄武下不掉吧 玄武够枪 那玄武看不出大招来了 玄武跑了 这样子的话 大招就没吊着了 玄武被追死了 这边真面 这边李唐花吃一波冰杖 大招 能开出血什么没开出来 这李唐花死了 再见 哎呦喂 就是有点过 你站两边 一批就会找一边 你那边就过不来 没错 一个中盔这边就对你三个人跑 刚才李唐花其实没吊着 哇好肉啊 而且周瑜被偷掉 哎呦 而且更可怕的一个问题 周瑜第一时间找的人不对 他第一时间找一个非常肉的玄武 是 其实还行吧 把玄武杀掉了 让时候没人吃大招来 但是李唐花就追了那一个 他没追谁 就是A了一下残血的玄武 然后被一个复华兵杖 加上一个Boss没掉 而且刚才他的大招的质量也并不好 没错 这毕竟不是之前了 当时周瑜的时候 就一个大一个人头 对吧 周瑜的统治力已经过了 对 没有那么强的统治力 反倒是波斯 可以看到 他现在基本上想A谁 两下一个 一个 游民四大炮 是啊 游民四大炮 很可怕 实际上那个500还在身上 哈哈哈哈 我就答应要问他一下 难道这是显示错误吗 应该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这边换牌一刀 完了兄弟 冰到稳稳带走 哎呦喂 完了 这Boss节奏已经飞起 实际上超多钱 3400 天哪 对当别人的进攻 已经让你们无暇顾及Boss的时候 那就是Boss起飞的时候 Boss对团圆针对 嗯现在但对对 其实也喜闻乐剑针对 就是当对面带700 已经针对不了我的时候 我就已经无敌了 对 你看红色帮这么多700 现在你根本杀不掉波斯 感觉 比赛一时间就逆转了 时间非常快 就是从下路那一波开始 对那波没留意要走 本来打赢了 真是打赢了赶紧走嘛 对对吧 虽然我想到昨天皇族 也是打W 也是上路那个一塔 其实是 孜孜不正想守那个塔 真没必要 信仰也好 人家也罢 反正这个就是错误 对吧 有的时候别有那么多信仰 该撤的时候撤 有的时候职业比赛真正就是一个念头的事 该怂的时候则怂 你就跟上一届总决赛一样 US也是在对面激励 人家激励这个地方 就是那波不走 就是那波不走 那波走了 好迈波 没错 本来US那波其实是优势的 他们那波很多复活时 结果最后 莫名其妙一堆复活时 对 他们退掉 很多复活 人家没有复活 你这边两波复活 打不过人家 后一那时候差一个翡翠 那波后一有翡翠的话 无敌人家杀不了他 起飞 即使少死一个人 都不至于那么能量 其实比赛就这样 就是这个道理 你可能一个判断的失误 就会引领整个队伍都雪崩 没错 我们看这局福娃 这局福娃他是作为一个打野 到现在为止 全场第二匪 我们可以学一下 22.9k 经济值比练魔少了那么400块 他刷了一半年啊 实在这幅啊 实在这幅啊 实在这幅啊好能穿 而且装备基本上是全AP的 他没有去做任何的肉装 除了这翡翠以外 但也不错 你看看他有个深夜王冠的顶着 嗯 确实伤害高 对 而且W能位移 W其实很多时候用好了 真的很神奇的 对 能起到非常大的搅乱战场战局的作用 而且他现在伤害真的高 你看第一段就打一半 他现在伤害真的高 是 我刚才看他手上亮了一个buff 应该是智力妖剂 是吗 应该智力妖剂刚磕了吧 磕了智力妖剂会有一个buff 好 中路这边 一批不能忍你了 来 不要摩擦了继续来 你看他这玩技能他手上会亮一个buff 哦那应该先不说这个 这边的话 中阿塔的中高低不敢手了 摩擎这开了起来 老个人要打 只有开飞队 这飞队快点能走吧 哈哈 略早追波不让他抬谁了 而且被沉默了 书家 大一个buff 还行 执念 伯斯死了 其他人呢 这边猎魔杀掉了石油 大西开起来 西回来了 两边都是兵 但是李达花先死 但是猎魔没有死 但是猎魔感觉也活不长 猎魔活了 猎魔活了没生出了 哦那这样的话 几方C没死 对面C死了 那一波 你看我 哇伏花四下 对我还是执念这个问题 你看 你看一下伏花丢技能 他丢完技能之后 他手上会出现一个 黎皮疙磨红感的效果 是什么样子 看没有 白光啊 对啊 这是什么buff 这是 我还真不知道 对我也真不知道 回去脑补一下 对回去脑补一下 好啊 难道是那个转换法杖吗 应该不是 所以有可能是 因为我一般出转换比较少 对很小见的人出转换 这个装备真的是 那句话叫怎么讲来的 反正这局 老干年真的是一师足成千果分吧 怎么讲那句话叫做 放弃了一切 就追求一个高伤害 是吧 剑走偏锋吧 是是是 主要法杖就是一个这种 剑走偏锋的装备 原来这个装备很脆 对 对不讲 也算是一个比较不讲道理的装备 没错 这个装备你如果有的话 伤害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你同等代价 可能换别的装备来说 你的过渡会相对平滑一点 这个装备不会有什么过渡 没错 这局EP在前驱他们 其实前驱算大劣势吧 的情况下 通过波斯通过福啊 通过包括这支中奎 中奎最后的数据我看一下 8-3-8 也不错 非常棒 对其实我本来觉得EP已经在 就是在悬崖边上了 对已经在悬崖边上了 他面临的一个问题很难解决了 就一直针对你的波斯 对吧 反正也是先攻击一下EP吧 是攻击EP 你获得第一剧胜利 悬崖落马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上一场正在回放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